大战在即 刻好的大笑杜娃娃已被送走了 我可以安心了吧 香柳在军营内一个人静静地坐着 一口一口喝着清酒 脸上的表情若有若无 窗外开始下雪了 小妖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寒意 可是她并不想关上屋门 紧去关门 她又让打开 眼神时不时地飘出屋外 像是在等谁来 紧知道这雪可能让妖想起了故人 紧她默不作声 烹茶陪着她等了很久 紧 娇人夫妇是怎么救的你呀 小妖有一句没一句地问 我也不清楚 你和她们有交情吗 不曾 但我很感激她们 如果我再晚来一步 你真的做了王母 那我宁可永远都不被复活 妖靠在井肩膀上 外面雪花纷纷扬扬飘进来 我想要的 从来都只有一个你呀 井喃喃地表达着 对小妖的情谊 这几年发生了太多事情 井婚前消失 与香柳决裂 与哥哥自杀 莫名被救 决心做王母 井复活归来 后日 竟又是婚期 雪花随着风落在小妖的眉间 一切恍如隔世 井亲吻了妖眉心的柱颜花 小妖闭上眼睛 脑子里却浮现出 海底娇人的身影 哥哥很觉 既然下了杀手 井本是必死无疑 如今竟然完好无缺地回来了 两个人的婚期 就在后日 小妖总觉得 事情圆满地有些过头 荒诞而不真实 难道海底的娇人们 能有起死回生之术 下次见了那只妖怪 我定要问问 小妖的心 忽然一下发紧地难受 可她又怎么会来呢 上次已经说好 再不相见 哼 来了又能如何 还不是问我要 血救她的战士们 小妖摸了摸 手腕上遮伤痕的手链 虽然伤痕早就被灵力恢复 可不知道 为什么摸到那里 还是痛的 你真痕 酒头妖怪 景 我想回去睡一会儿 腰起身 桌上的茶点 她一口也没吃 小妖 我陪你回去吧 景觉得 她脸色不好 我是想要回去洗个澡 后日就要大婚了 我想回去准备一下 今天先不陪你了 小妖推脱得干净 那我送你 景拉着她的手一路 把她送回王宫 索要轻轻后才满意地离开 腰关上房门 脱衣卸妆时 余光又扫到了星星镜 她坐进浴桶里 任白雾打湿了她的脸 眼眶也红红的 我为什么总会为了这个镜子里的妖怪伤感呢 她暴躁得很 丝毫不在意我的感受 现在终于摆脱她了 和景大婚后 新的生活即将开始 我真应该高兴才是啊 为何总莫名其妙的星际 要想不明白自己的感觉 也不敢想明白 像这样 总是想不明白的事情 还有很多 比如手腕上这把简陋的弓 娇人骨 海妖丹 带冒险 海底竹 星星沙 能凝聚月华的极品月光时 明明全都是海底的宝物 任主还需要久命的血 标记是一轮弯月 难道能和这位海底妖王 没有一点关系吗 关于香柳的事 小妖总是不敢想清楚 却又忍不住想 星辰姑娘说 这把剑像是专门为小妖打造的 来造剑的鬼方 讲是为了给一位灵力低威的人使用 可如果是香柳打造后 要送给小妖的 为什么不亲手送呢 香柳向来精明 也许还能用这宝剑 和我换取个交易的条件呢 但她没有 不可能是她 自从决裂后 小妖总是时不时地想起一些 关于香柳的事 但凡与她沾边的往事 都能随时随地钻进小妖脑子里 不受控制 这把弓怎么看 怎么和她有关系 也许是她本来想打给自己用的 或者她朋友送给她的 用不上所以便宜我了 但是她向来独来独往 自己一人冲锋陷阵 不见有什么厉害的朋友 何况她剑法高超 根本用不到灵力这么好的弓箭 星辰还说 集齐这些宝物特别不容易 戴帽这东西 我在海底见过 身形巨大 她虽然对我黑心 可海底37年也看得出 她对海底的动物们 还是十分照顾的 那她费尽心思 打造这么上等的工作什么 打了又不要了 难道有更厉害的敌人出现了 还是说 那个灵力低微的人士指 小妖不敢让自己胡思乱想 可明明这把上好的宝物 早就属于自己了 那天认主的时候香柳也在 一开始 她好像挺开心小妖 能得到这把剑的 你为什么不出现呢 我想问问你 这么多年来 我其实有很多话想问你 小妖控制不住的振振心痛 她把星星净捏在手里 用灵力催动 可镜子里什么也没有 小妖在世 还是没有任何影像 不可能 小妖一遍一遍试 却还是什么都没有 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小妖只觉得胸口疼得难受 猴头被什么堵上了 连哭都哭不出来 只觉得一阵阵悲哀滑入胸腔 积压在心脏里 香柳 是你吧 那日我与你决裂 你是不是就想好了 要把我镜子里的记忆都删除 我究竟做了什么 令你这么厌恶 就连关于你的记忆都不配留下 你要什么 我全都给你了 血药 毒药 完全由你主动地陪伴 就算是绝别钱 你想要命 我也从没有躲闪 可为何就连这一丝一毫的记忆 都不肯给我留呢 我在你眼里没有心吗 我就那么不配吗 就是个利用的工具吗 随手就可以丢弃吗 九命 师父 你好狠的心 小妖滑进浴盆里 闭着口气不呼吸 她不想再思考 面色苍白的快要昏死过去 忽然一个力量 把她从水里拽出来 堂堂王姬 昏前寻死 这传出去可并不好听 许久未见 竟还是一下就能认出来 熟悉的声音 熟悉的背影 银发如丝 月光映在上面显得格外好看 赶紧把衣服穿上 她被对着 冷冷地说 你怎么会来这儿 还是还是血不够用了 小妖试探地问 可是她的语气里 似乎是没有怕也没有恨的 只是委屈的 带着点哭腔的 她披了睡衣 全缩在床上 涂山家的狐狸 怎么你了 让你这般不痛快 屋里灯光昏暗 小妖只能看见 她侧着脸的背影 她没有说话 后日你就大昏了 最好别被自己唇死 像柳叹了口气 她不敢转身看小妖 怕自己忍不住 想改写两人的结局 可是结局明明已经写好了 我成不成婚冠你什么事 你不是就想看我死掉吗 小妖恨恨地说 一时间静不住地流泪 她不知道自己的情绪 为何这么失控 可是她就是想哭 止不住地哭 想在她面前哭 想跟她闹 香柳觉得自己真不该来 本来谷已解除 仅已复活 她的婚期已定 一切都安排妥当了 可是明日大战 她还是控制不住心底的惦记 出来散心 无端端地循着小妖的气息 不自觉地来到她这里 本来远远地看一眼就要走 谁知道 她居然脸色苍白在水里避泣 几乎昏死过去 真的放心不下 只能用灵力给她捞出来 如今 她又在这里哭 缩在床上 在自己面前哭 香柳觉得 自己心都快被揉碎了 明知道应该立马消失 回到军营 再也不见 明天就要大战了 一场死局 现在短暂的陪伴 根本没有意义 她甚至不能再带她去散心 逗她开心了 是的 不能 那样的话 前妻营造的恨意就白费了 自己受她一顶血的万倍痛楚 也白疼了 你若再寻死 我就把你剁成九块 一口一个吃掉 嚼碎 省得便宜了别人 我说到做到 她立声道 那你吃了我吧 小妖 兴兴地说 来吧 你现在 就把我剁成九块 来啊 小妖边哭 边叫嚣 嘴角 竟划过 一丝轻蔑的笑 向柳并没有转身 看她 也没有走 你说 你凭什么 把我兴兴敬礼的 记忆衫了 那是我的镜子 小妖的语气 咄咄逼人 香柳听见她走近自己 一步 两步 你若不说 后日我便不成婚了 你不是厌恶我吗 我偏要日日缠着你 恶心你 小妖把星星 静涩到香柳手里 你把我的记忆还给我 小妖说不清 是恨意还是难过 反正特别无力 就是想折腾 虽然已经解了骨 可香柳的内心 还是能感觉得到 小妖这会儿 内心真的很崩溃 香柳不知她 又和屠山 紧闹了什么别扭 可她这么委屈的 在自己面前 止不住地哭 还是第一次 就最后一次吧 让我在护你最后一次 反正明天之后 应该也不会再见了 姑奶奶 别闹了 她还是心软了 跟我走 她伸出手 用灵力帮腰系好衣服 见小妖并未拒绝 拉着她推开门 坐上白雕 冲上青云 香柳没有再说话 小妖也没有开口 只是依然有一搭 没一搭地哭着 夜风凉嗖嗖的 小妖穿得单薄无比 森林上空的月亮很圆 香柳把白衣披风脱掉 用灵力裹在小妖身上 我知道你没用 但没想到你越来越没用 若早知你不肯惜命 我才懒得救你37年 是啊 有37年那么久 平凡夫妻的一生 小妖心里想着 没有接话 幸好咱俩的古一姐 不然真要被你这蠢货连累死 你那如意郎君心里有你 把你看得比生死更重要 所以你根本无需胡思乱想 小妖竿都被气疼了 无语到想吐血 为什么每次我难过这只妖怪 都觉得我是围警 那次海边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 说明本意 我不想回王宫 只想跟他去海上流浪 可他却说 我是因为井座组长 心里不痛快想不开 他说他可以去把防风意应和孩子都杀了 他有九颗脑袋 真的一颗都听不懂吗 简直让人无话可说 香柳 你不觉得吗 你有九颗脑袋 但九颗脑袋都自以为是 蠢得要死 小妖眼神里 说不清是讥讽还是悲哀 香柳瞬间露出獠牙 双眼星红 你再说一遍 蠢有什么不能说的 我偏要说 你有九个脑袋 一个比一个蠢 小妖终于不哭了 挑衅地看着香柳 忽然一把利剑飞来 差点射在毛球的眼睛上 被香柳一把抓住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